上任国小杨金芳校长 上建德国小 在金融市长年幼昌见证下 21位新任校长举行宣誓就职 于事以至成 于事以至成 各租国家法令 其中新任校长中出现一对校长夫妻党 是中任国小李新荣 与暖江国小张兆文 就职典礼上成了美光灯的焦点 对未来教学规划有很深的期许 李校长他在课程教学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暖江未来在课程教学部分 也可以同我们李校长那边 可以获得很大的一个成长 那我们暖江这边有很多元的活动 未来也可以跟中正国小这边 可以一起合作 让我们两校孩子都有更多更多元的发展 中正国小呢 其实即将要迈向百年的校庆了 我觉得可以跟这个机会 大家一起盘点我们中正的亮点 让我们中正在未来这八年 能够更有更亮眼的表现 今年度总计由两位校长退休 分别是暖西国小的赵惠芬 和七度国小张俭秀金校长 两人教职生涯分别为45年和42年 社长林又昌特别颁发纪念品 给两位校长 感谢他们对教育界的付出 我觉得我从学生身上还有家长身上 我也得到我所有的快乐 所以我觉得在小学教 国小教育我觉得更不容易老 那当校长真的不是我规划的 但是一路走来 我觉得可以做为学生做更多的事 因为它可以从整个的政策面 还有整个的布局 那包含老师的培训或者是引导 我觉得对学生的帮助更大 宣誓就职21所学校校长中 有四位新任校长分别为中正国中 东光国小 中正国小及暖江国小 有八位是连任校长 九位校长转任 市长林又昌期许每位校长 都要发展自己的学校特色 这个我们金融市这几年 校长林选都是非常的激烈 也非常的严谨 所以每一位通过林选的校长 都是非常的优秀 那我今天也特别其勉他们 因为每个学校所面临的问题跟困难 其实都很不一样 所以怎么样因地质疑呢 针对学校里面的一个困难跟问题 还有学生的一个需求 提出自校的一个重点跟方针 那而不是去这个学习 完全的去这个看隔壁的学校 他们在做什么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我相信这个我们新任的 或者连任的所有的校长 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因为我们金融市在这八年来 整个教育的场域已经彻底的翻转 我们甚至在部分的领域超越了双北 所以我们一定可以提供最好的最优质的教学的环境 给我们金融的孩子 让家长对金融的教育环境有信心 我想是我们所有的校长 大家共同的一个使命 这一次有很多心血的校长 投入我们的这个教育行列 然后带领着学校的优质的团队 为了我们孩子尽心尽力的在这个教育上努力 非常感谢这位校长 那这些校长其实都非常年轻 那他们有着他们的一个初衷 跟他们的一个热忱 那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家长来讲是一个很好的 那家长都能够在职场上能够安心的求职 这一件不管是校长的转任或是新任 其实可以感觉到说每个校长都有他的特色 而且金融市政府在发展每校与特色之后 更发现说这批年轻的校长 他们充满了活力与智慧 我相信在这批校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金融市的教育会蓬勃发展 发光发热 而且我相信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每个各校与特色一定会呈现出来 交接不达典礼相当热闹 不只有学校市长前来祝贺 新任校长亲友也献花致意 市长林佑昌期许校长 教育是百年素人大计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